林愛香農會為在南鳳川的電視館 經過改正後中心營運 以臺灣五行結合原住民的文化食材 不然電視林愛香來出產的五山茶燈燈的第三品 也專心搭造咖啡店 希望帶給郵客有不一樣的工廠 也等一次就買到各種的五山茶燈 點一杯五山咖啡 配上康卡的馬卡龍做點心 林愛香農會也開設咖啡館 日後親像一個山東 讓人走進去 有一種特別的感受 我們這裡呢就是高香咖啡館 為了就是要凸顯人愛商 在地的高香咖啡 它主要是以高香咖啡為主 那我們在這裡最有特色的呢 就是第一我們的環境很優越 然後再來就是舒服 然後可以看看我們外面的美景 林愛香農會為在南鳳川的夜店 經過中心改正 以臺灣黑群 將是人愛香關注民文化風格 提供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特色 希望省尾UK出自人愛香的新地票 這個是一個森林的概念 黑熊本來就是守護山林的一個 最吉祥的一個動物 全部都是結合就是我們在地的 原住民的元素 遠從200公尺處或者是50 下山50公尺處就會遠遠的看到 一隻很可愛的一個芭蕾熊在那邊揮手 食材明顯的電視館 可以做人愛香獨有的特色風貌 除了提供UK效忍的芭蕾餅 要試飲各山地的品地區 當然是原住民愛香 生產各種各品質的特色 到清淨或是到荷安山或是到仁愛香的來 成為一個新的地標 能夠提供給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特別是我們仁愛香最精緻最高級的 本地的一個農特產品 這一個點作為一個行銷的一個管道 不僅僅可以給消費者拿到一個安全 衛生高品質的產品以外呢 也能夠讓我們農民多一個銷路 也讓聚集的人能夠在人潮在這邊 可以好的休息 人愛香農會表示 改正以後中心英文的電視館 希望成為UK來到人愛香 選賣高山第三的第一選擇 當時也協助向來農民 提供一個更好的產品行銷提供幾點 接下來王朝聖蔡宏報道